哈喽今天天气晴冷哦 今天要带大家去采黑橘子 那天我台湾的妹妹啊 她跟我说要约我去采黑橘子 我心想天哪 台湾的农业已经这么厉害了 黑色的橘子都种得出来 她说不是啦 她说是比较安全的 没有喷农药的 她因为长得不漂亮 所以说叫黑橘子 哦原来如此 但是她这个橘子是采完了 采完之后就剩下一些比较丑的 然后说妹妹就说要不要去采啊 我说好啊 我就想说九点出门嘛 错过高峰期嘛 说到橘子哈 你们知道吗 在重庆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抖音有哦 从来不知道柑橘杀伤力这么猛 重庆有村民将大量柑橘堆放在一起 产生了毒气 导致三人中毒身亡 专家提示 柑橘虽然美味香甜 但腐烂时就会产生多种有毒气体 当数量足够大时 会威胁到生命安全 柑橘腐烂会产生硫化氢氨气 以及含本环的芳香类物质 这些东西都是有毒的 特别是硫化氢毒性最大 气味是有强烈抽集单位 硫化氢对人体有强烈的刺激性 吸入过量时 会导致眼鼻和肺等部位的炎症 甚至会引起昏迷 呼吸衰竭死亡等 每次买完柑橘要尽快吃完 你记住了吗 台湾的橘子 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什么 去年 就是在过年之前 他们送给我的橘子 到现在都没有坏 它只是越来越干 但是它没有坏 现在还可以吃 就这么奇怪 像重庆那边的橘子 小鱼妹他们那边的橘子特别多 他妈妈他们都会 把他那个外面有一层 那个保鲜膜包起来 然后床底下呀 到处都塞 地上到处都放 听说不能动 动了就会坏 好 这个是没什么 但是到最后的话 他们会坏掉 会发霉 发那种绿色的霉 好了 不错了 带大家去采橘子 你们就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采吧 多采一点 我们采橘子去 黑橘子 山都摇摇晃晃 叫他阿伯 阿伯 走 我们来采你们的黑橘子 你的头怎么了 哎呦 被烫到了 这个颜色的狗 我觉得跟老虎还有点像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狐狸萌 这个 其实这个看着 看着它 其实它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好的 这个已经尾端了 尾端了 对 是不是 阿姨 这是好的 是可以试吃的 但是垃圾还是照样要分类 这个天呐 不要剪了 不要剪了 哈哈哈哈 妹妹啊 这是好的 你看嘛 你看嘛 你要吃你赶快捡来吃 这个不要太干了 不要 哈哈哈哈 你要吃多少 自己再来采了 明明说来采黑橘子的 为什么来采树葡萄 先去采橘子 哎呦 哦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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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兴奋啊 哦哦哦哦 妹妹 妹妹下次加多零米了 妹妹在哪里啊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有多大 这个整个一片 是一家人的私人土地 什么概念 应该这个就是黑橘子啊 看一下 一下就踩满了一大桶 太享受了 我正在这里吃树葡萄 这里主要是果园 果园特别的大 这是台湾的大地主啊 我都没有走完过 我这走一棵树就已经很多了 这里我也带我妈来过 看一下 哇这手机 这是妹妹的手机吧 还在放歌 一边放歌一边踩橘子 也太享受了吧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拆到一颗橘子爆浆 满地都是橘子 看吧 像这就是黑黑的 这叫黑橘子 所以说 之前误会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品种的黑橘子 原来不是 但是就是可能我们那边说的火烧干 它是可以吃的 就是长得不漂亮啊 看一下这一棵 还在开花 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啊 现在才开花 淡淡的香味啊 其实橘子的花香还是挺好闻的 好多火烧干 漂亮的都被踩走了 看着整片山 天啊 这块地要买要多少钱啊 完全没办法想象 人家这是私人土地 我觉得这个人民币可能要上千万吧 没办法预估啊 有些富豪土豪的 富商的 是在国外啦 什么地方 听说赵薇也是在国外买了什么葡萄庄园了 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你说多有钱 但是台湾哈 有些是祖辈留下来的 祖祖辈辈的传承 就守着这一片土地 就足够生存了 就用不完了 但是有些呢 是有钱买的 但是遇到有些败价的 卖掉就没有了 千万千万要保留起来 不开玩笑 耶 我觉得这里哈 游南车都可以来 小黑 过来 小黑 你在这里守哈 哇 你好黑哦 你好黑哦 你的皮肤 你是不是晒黑的 嗯 你直接给我拍下 对吧 奇怪哦 很多猫狗哈 它都会 这第一次见面 它们都会喜欢我 这一条也是 这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来没有看过它 忘记 没有吃的给你哈 乖乖 好了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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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要怎样 给你按摩是不是 好了好了 没有吃的给你按摩一下 好了好了好了 小黑乖乖哈 你这叫做沙坡打滚吗 不是人家是沙娇打滚哈 你气我 我有录下来 我有证据哦 你有气我哦 好了走 你要把这片果林守护好 才有骨头有得吃 卖了橘子才有得买狗粮哈 就不不给你废话了哈 我我回去了 开花了 我在这果林传说 你走到上面去 我对啊 我到处走 到处废话 到处讲 哇这整棵树 妹妹这整棵树都是黑的 对啊 吃一个 它这个园子真的算很大了 我见过的农场 这算是第一大 嗯 第一大 真的第一大 橘子大哥比这个小很多 他还比较小 嗯 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话 养猫养狗真的很好 又自由 然后又安全 你知道你敢吓吗 我有什么不敢吓的 我小时候我们说 哎呀 真的要多调皮 有多调皮 爬树 掏鸟窝 抓蛇 从二楼三楼这样子跳 带着人家去冒险 什么没做过 什么都做过 踩了一些 第三棵 你这个口渴了 就吃就好了 吃不完 第三棵有没有 嗯 好像第三棵 全部都黑的 你先踩黑的了 不管多少桶都可以是吗 好啊 你尽量 我尽量 扛都扛不动 给你的全线了 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不用发火了 下坡路啊 下坡路啊 对不用发动 还要掉了 还是要用绳子绑一下了 你看这个很冤枉呢 你看 没关系啊 它再来用就了 哎呦 这个农场主说 叫妹妹把车子开过来 直接在这里踩 不用提来提去那么重 看一下 拨一颗 还好我有牛指甲 简单粗暗 有刀子就更好了 哦 我起风了 它这个味道还是可以 但是跟福利蒙比的话 我比较喜欢福利蒙的味道 它有这个香甜的味道 嗯 福利蒙的味道要浓厚一点 对 小黑 他刚才跟我一起玩 小黑 你要吃橘子吗 嗯 你的皮怎么这么亮啊 嗯 你很健康啊 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神啊 不知道是不是 你吃吃看 福利蒙 福利蒙 摸了狗又又 还好了 不会碰到里面的肉就好 看起来 但是不像哦 福利蒙比较红啊 嗯 这个福利蒙 妹妹有眼光 这个是啊妹妹 是啊 嗯 因为我吸一口水 我就知道了 我现在都 点成水果断教了 嗯 这个是你说的 红的 红的福利蒙 我吃了很多虫啊 哪里 这些都是虫啊 我眼睛很好 妹妹 我眼睛很好 你知道吗 我视力很好 蛋白质啊 我吃了蛋白质啊 我就是视力好 你知道吗 我再晃一眼 我就知道 嗯 我也来不及了 嗯 但是味道还还不错 味道 哈哈 天哪 我那天还在讲 我说 我不是那天采那个 紫色的花椰菜吗 很多虫吗 我还跟大家讲笑话 我说吃水果 很搞笑 第一口咬下去 虫咬到一半 第二次咬 把虫又咬过了 今天就被我经历了 这个口感如何 没有那个 那个好 那个虫吃过的比较好 粉丝会不会因为我吃过虫 吃过蛋白质 以后就不爱我了 不会 不会 不友谊尝试 但是真的卖一颗真的很好吃啊 很甜啊 我吃到快结束了 我还看到很多虫啊 那些国外的探险频道不是吗 人也可以吃啊 我还好没有想要呕吐也没有什么样 我心里面还是能够接受的 妹妹这个装起来好了 我来把这个装起来 超好吃的蛋白质 哈哈哈哈 妹妹笑我了 超好吃的蛋白质 那一颗真的真的味道很浓啊 太大了 进来就找不到人了 就消失了 妹妹还要一路清理道路 妹妹也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看到没有 看到都会帮忙做 走了 看吧 这是另外一处 旁边的还有这么大 看一下满满的 这边还没踩呢 好多 这是比较晚一点的啊 同一边留的吗 没有留 哦太远了 人家客人走不到这边来 还没有很成熟的感觉 看起来哈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为什么不喜欢吃 这么好吃 色色的 哎呀我就爱吃这个 谢谢哈 谢谢 谢谢 哎呀不好意思 这么大也不好舒服他 看吧 他这里是开放采收的 离宝山比较近的朋友就可以来 来光顾一下 来一起 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的乐趣啊 还是不错 他这有一些那个简介了 入园柴果品尝 管理须知 水果可以免费试吃品尝 如果你要带出去就按斤购买 这样就是这样的 现在只剩下佛丽萌和桶干了 然后碰干蜜柚 茂谷啊这些地网干都没有了 砂糖菊都没有了 看吧 然后不提供铺垫 就是说野餐之类的在这里玩雨 休闲的那种不提供 一台车有消费满七百可以折抵入园管理费 看一下嘛就拍给大家看一下嘛 好了我累了我现在休息一下 现在等着跟妹妹去吃中午饭了 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 我们采了很多后备箱满满的黑橘子 然后我那树葡萄啊给老板钱 老板非不收我的真的很不好意思啊 那么好吃那么辛苦种出来的树葡萄 谢谢人家老板了 还好我的那个那个什么 心理素质还是挺强的 其实是还好啦 这个是心理作怪的原因呢 那好吧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 我跟妹妹去吃中午饭了 拜拜 拜拜